好 课本的话呢 应该是102页 不过呢 单字我全部一起上 因为它不多 第二页的那个单字不多 只有两个 所以第一个单字叫做stressed out 看清楚哦 这个呢 一定要加ed的时候 记住 跟刚刚上的一样 动词加了ed 加了ing 它呢 可以是形容词的状态 所以其实stressed out 它就是有压力的 可是如果你有看过这个字 它也是有压力的 叫stressful m-u-l 这是第一个 叫stressful 等我一下 我确定有登录 ok 可以 好 再来写第二个 因为呢 这个字啊 你仔细看哦 这个字呢 叫stressed out 对不对 你倒着念回去 叫做d e s-s er-ts 这是什么字 这个 d e ss e r t 这是什么 什么是desserts 甜点 甜点 对 所以这一刻其实它在跟你讲说 有时候适当的压力 你有适当的压力 可是你把它挺过来之后 其实你会尝到你压力之后 得到的一个甜点 所以你只要能够适当的把这些压力释放掉 或者是适当的呢 有一点点压力 其实很多事情反而是好的 第二个 第二个 第二个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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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你写的叫做stress 二 写上去哦 stress這個字呢,先寫個2 他就是一個名詞 就是壓力 可是因為壓力沒辦法數 OK哦 最後寫個3 我說這個人,他現在的壓力很大 就是這個人 意思 under stress 不見得是R 所以總共有3個 第一個stress out 是騙語,約兩個字嘛 第二個呢,他當名詞的時候就是stress 就是壓力 不可數 第三,所以我們想說這個人 現在處於一個很緊繃 然後很有壓力的狀況之下 我們的那個介系詞用的是under 好,第一個單字 就要你寫這3個,沒了 OK好 再來第二個單字呢 這之前學過了叫做sofa 那sofa通常呢 他其實強調是比較大的那一種 如果我們強調是單人做的沙發 還記得嗎 對,叫做coach 可是如果今天有一天 有人跟你講,欸 you are such a couch potato 你要跟他講謝謝 還是其實覺得不好意思 都可以 都可以 好 所以這個季箱,所謂的couch potato 就是只吃不做的大胖子 他唯一的動作就是坐在那個 剛好塞在一個個人的沙發裡面 手上拿了一堆洋芋片 然後一直吃 看著電視傻笑 這一種的就叫做couch potato OK囉 所以呢我們就翻證只吃不做的大胖子了 而且一定是couch 他比較強調是個人做的沙發 可是要你寫個2 那公園的椅子呢 對,叫做bench 那平常如果我們沒有特別講 我們通稱 椅子的通稱 chair 對不對 如果是那種小凳子 小板凳 對,叫做stool 小的圓凳那種啦 就可能譬如說你不夠高 你可能只是踩個小小的椅子 把它踩上去的那種 就叫stool 好,再來第三個單字囉 那第三個呢 課本因為它給的是名詞啦 所以第一個叫做barbecue 那barbecue呢 要你寫的是1 等我一下好 先寫個名詞 就是烤肉 那我們都通常縮寫 我們通常都縮寫成什麼 BBQ 對,可是唸的時候 我們還是要唸barbecue 就是你看到BBQ 看到這三個字 其實你唸的時候還是唸barbecue 好,所以通常它是單數 也因為這樣寫個2 所以呢你要舉行 戶外的烤肉叫have food 或者是hold a barbecue 所以你們這次考試 不是很多人穿著方格子襯衫 很多人都忘了一個er有沒有 記住 只要它是一個可數的名詞 請你要嘛就加er 要嘛就加了 不然就加s 就是不能都能用 所以BBQ這個字呢 就是一個戶外的烤肉活動 好了 好,再來第四個單字 猜猜看 因為它跟你講的 是叫做long face 不是不要臉 什麼叫做long face 而且一定要記住 一定要這樣 一 在這兒 叫pour alone face 臉很長 臉很長 所以它是麻布之臉長的意思啊 對不對 不是 對,很好 叫哭上著臉 就是你通常你的嘴角往下的時候 那個視覺啦 就會覺得你的臉變長了 可是這種通常呢 都是表示你的心情不是很愉快 所以pour alone face呢 就是哭上著臉 就是以後還沒完喔 那你們有說 欸那做鬼臉怎麼辦 寫個2 對不起 做鬼臉 叫make a face 再來寫個3 那face本身除了當成名詞是臉之外 請你寫個動詞 叫做面對 You should be brave You should be brave to face the problem to face the difficulty 你要有勇氣 去面對 你即將面對的問題 即將面對的困難 他當動詞的時候 就是面對 好啦 再來下一個單字 要寫的是他的三態 先寫1 因為課本先給名詞啦 不過我要請你們先成他當動詞 當動詞的時候 其實就是打破嘛 對不對 所以叫break 然後咧 broke broken 對很好 break broke broken 這是第一個他的三態 第二個呢 因為broke這個字 對不起 break這個字 你當名詞跟當動詞的時候 第二個 那當名詞呢 因為他叫做 暫停 或者是休息 對不對 所以通常你們下課那10分鐘 下課那10分鐘 叫take a break 就是短暫的休息 就是短暫的休息 那看你要休息多久 如果休息10分鐘 那就4 10分鐘 可是如果是中午那個午睡 小睡片刻那個叫take a nap NAP OK嗎 第三個如果你要再休息長一點 譬如說昨天剛考完我的腦細胞死光了 不行我今天要自動放自己一天假 你要休息一天 那這樣take a day off OFF 最後不行一天不夠 我要休息一個月 那叫take a vacation 乾脆去放個寒假 放個水假 所以我們時間從最短到最長 那當然相對的啊 你一天嘛 你也可以一個禮拜 你也可以一年啊 乾脆什麼都不要做 你每天吃飽睡睡飽吃 就當個吃貨 然後那變得很吃 那個叫retire 退休了 什麼都不要做了 OK囉 好了嗎 沒問題我就往下囉 因為還有兩個 再來下面就跳到隔壁 還有兩個單字 因為這個只要寫很多 其實剛剛的單字的第一個就是active 我留在這裡 為什麼 因為我要直接這裡要寫很多東西 這是第幾個單字 對換的第六個好 activity呢 是活動 不過要請你們寫的東西在這裡 因為這邊空位比較大 來還原一下 第一個是act 它一開始是長這樣 是一個動詞 OK嗎 act當動詞 就是要請你做一個動作 或者是呢 採取一個東西 可是act的同時也是一個名詞 叫做法案 它可以當動詞喔 動詞就是動作 然後名詞呢 就是法案 可是第二個要你寫的是它的名詞 這個字延伸出來的名詞有三個 第一個呢 叫act actor 第二個叫actress 第三個叫action 總共這三個都是名詞 可是都是從ACT這個字來的 OK了嗎 所以第一個什麼叫actor 男的演員喔 而且要強調是男的演員喔 所以actress呢 女的演員 action 導演最喜歡講的 action 什麼叫action 對就是行動 所以寫個3 那你要採取一個行動 譬如說你被霸凌了 你要怎麼辦 你要採取行動嘛 採取行動的方式 第一個你可以跟老師說 第二個呢 第二個呢 對 那你可以打0800 88 我也不知道是幾 好了 所以叫take action to 記得加個to 加個原型 這就是採取行動 採取一個行動 我寫採取行動給你們寫喔 OK了 所以因為這樣 第四個就是我們 從這個字再衍生過來的 叫active 因為act是動作嘛 所以active呢 其實就是你是非常有活力的 或者是我們講很主動的 你隨時呢 stand by 就是你一講 你馬上就有一個動作了 所以呢 active呢就是很積極的 很主動的 那相對的 你如果不積極 你非常的被動 那叫pacive 就是很被動的 所以active是主動的 pacive呢是被動 所以你會發現我箭頭畫這樣有沒有 是它的相反 所以最後第五個叫activity 所以呢 這個字呢它就會變成 就是一個活動 那你可以去歪加is 可以喔 因為它可數 各式各樣的運動 各式各樣的活動 是ok的 所以我們像例句給的 the hostel offers a wide range of outdoor activities in summer 這一間青年旅社 它可以提供 在夏天的時候 它會提供各式各樣 那個戶外的活動 戶外的活動 叫outdoor activities 好所以呢 所以從act這個字它延伸出來了 總共有很多很多很多的字 好了嗎 ok那我就往下囉 那對話的最後一個單字呢 你們這次考試不是考哈比 你們在考進我上面 就像那個譜訪上面有寫 不是哈比人齁 你知道我問他 我今天問他有辦法說 哈比人幾個b 他說一個b 然後我說4號幾個b 一個b 然後我說好 那習慣幾個b 兩個b 整個錯話 把他寫上去 第一個 H-O-B-B-Y 看清楚 這個字叫嗜好 所以要寫的是 你養成一個什麼樣的嗜好 叫keep a habit of 你可以用過去式 你可以用count 那你可以用完成式還是count 都沒關係 可是呢 你也可以是have a hobby of make a hobby of 都一樣 這是第一個叫嗜好 可是我拜託你 幫我寫這個字上去 像H-A-B-I-T 不只是普法還有誰 你們幫好幾個人都寫哈比人 19號 19號 還有嗎 你們是魔戒看多了是不是 19號 好了 所以habit是習慣 習慣跟嗜好不太一樣啊 有時候的習慣不代表是你的嗜好 這是習慣 然後哈比人 為什麼我大寫 因為他是重要的名詞嘛 就魔戒裡面才有的啊 除非你去那個啦 去紐西蘭 那個魔戒村有沒有 看到他可能就是像他寫那個哈比人的村莊 有可能就看到這個字了 好了喔 再來寫個3 4號是可以數的 所以請你去Y加IS 可以喔 你可以各式各樣的4號 拜託不要再寫錯了耶 我還隨便亂講 真的被我猜到了 OK喔 好 那我們就來看對話 課本 102頁 我們先把他看完 我今天把他先上完 進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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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麼 什麼 我還沒想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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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自己想要 好嗎 現在 讓我們坐下 做一個計劃 我還沒想到 我還沒想到 你覺得我應該要做 從星期到星期 你可以追蹤 你的計劃 和努力 但在星期間 你可以做一些 活動 那你喜歡 或開始 新商品 你確實在可以嗎 你確實在可以嗎 Lisa 你就是我的眼睛 這會永遠 改變 甚至你沒有 得到好學校 我希望你做得好 在學校 但我也希望你 要開心 媽媽 如果這樣跟你講 你應該感動到痛苦流涕吧 願意考了95分 為什麼不考100分 那就可憐了 對不對 可是她媽媽沒有 好 先看一下桌上這個東西 OK 好 我們先看第一個 In the dining room 課本的102頁 因為很多人看到那個 Dining room都寫 晚餐 看清楚 不是喔 這個字原本 Dining room 先寫個1 它是從動詞 Dine這個字來的 所以如果我們今天去外面用餐 叫Go Dining 或者是Dine out 在這邊 可以喔 你可以Go Dining 不然就是Dine out 因為它本身不是Dinar Dinar是兩個N嘛 D-I-N-N-E啊 不是 它是D-I-N-E 所以你們這樣的飯廳 絕對不是只能拿來吃晚餐 沒有 早上午餐晚餐 下午餐 消夜都可以 所以這個Dine 看清楚 它是D-I-N 去E加I-N-G 叫做Dinar 好了嗎 所以記得喔 這是家裡的飯廳啦 不過因為我們台灣 大部分應該都是 客廳就是你們家的飯廳 所以你固定應該都是吃飯配電視 你叫做 我不知道 好啦 那我就往下囉 來第一個 Go and wash up 好來把這個wash up 其實wash up 是這幾個字的縮寫 叫 Wash your hands 而且一定要加S 為什麼 因為你兩隻手 通常一起洗要兩隻手一起洗 OK喔 所以wash up的意思呢 就是Wash your hands especially before a meal 尤其是要強調是用餐之前的那種洗手 Wash your handsOK了嗎 所以趕快去洗手 那家要洗手幹嘛 因為剛剛說的嘛 桌上不是一堆那個pizza可樂嗎 所以他就跟他說了一件事情 We are having your family food for dinner tonight 好重點來了 第一個把這個have something for 先畫到這裡來 然後呢這樣子寫 通常你說你早餐吃什麼 午餐吃什麼 晚餐吃什麼 一定是have something 再來for你的三餐 三餐呢可能是breakfast 可能是lunch 可能是dinner 可能是midnight snack 可能是brunch 不管 也就是呢 我說早餐吃三明治 請你用have a sandwich for breakfast 你午餐吃牛排 請你have steak for lunch 也就是你那個三餐放後面 我這裏要寫清楚 因為我寫太快是dinner 決定了 擦掉好了 第二人真的寫成麥當勞 dinner 所以早餐吃什麼 午餐吃什麼 晚餐吃什麼 先寫東西 再寫三餐 好第二個 這個have something 為什麼它加NG 明明tnight還沒到啊 沒錯吧 沒錯啊 那什麼時候我們可以把它加NG 它的概念跟你們之前學過的來去動詞很像 仔細看喔 表示如果你今天已經某一件計劃好的事情 我們就用現在進行式 可以拿來表達未來的意義 所以he is living 不是他正在離開 而是他即將離開 可是有些動詞他不會加NG 所以像這個句子他的意思是說 we are having什麼什麼意思就是 今天晚上我們即將 大部分百分之一百會去做的事情 所以他就說 we are having your favorite food for dinner tonight 今天晚上我們的晚餐 吃的呢 全部都是你最喜歡的食物 ok嗎 所以你看他最喜歡的是什麼 跟你們很像 他吃了什麼東西 垃圾食物嗎 可是這樣子對你們來講 以你們相對來說 除非你一個人吃啦 不然應該不太夠 灌完可樂應該就飽了 可以啦 如果把那罐灌完兩公升 那罐灌完完 應該是應該就夠飽了啦 好啦 所以晚上啊 我們今天就吃你最愛的食物吧 結果他竟然跟他講一句話 mom i'm too tired 好 這一次考試很多人寫to worry 我有提醒你 看到了嗎 to的後面你們有沒有發現他加了ed 請問加了ed是什麼詞 形容詞 所以有發現齁 所以第一個他是too tired 第二個呢叫stressed 好再加了ed 再提醒你 他又是什麼詞 對 所以記得喔 to to 後面接的呢 第一個的to接形容詞 第二個的to 我寫的叫加圓形 所以因為我實在是太累了 累到呢 我已經覺得呢 stressed out 我壓力已經大到 可能快崩潰了 所以我太累 以至於呢 可能就吃不下去了嘛 so i just want to sit on the sofa 好把這個want to的to 圈起來 下面備註一下叫not to 所以不定詞的否定 叫做not to 加圓形 可是如果是使意動詞的否定 就是not加圓形就好 不一樣 好了 所以我呢 現在我啥都不想吃 我唯一想做的事情呢 就是坐在沙發上 and watch TV right now 現在呢 就坐在那個沙發上啊 我什麼都不想想 就開著電視 然後從一轉到一百 一再轉回來 一百再轉回來一 這樣子就好了 我什麼都不想動 ok咯 再來他說的 why the long face 好 他少了三個字 幫我寫上去喔 其他這三個字是什麼 叫do you have 你為什麼要哭上的臉 為什麼你看起來這麼的疲倦 你為什麼看起來情緒這麼的低落 所以why the long face 他就簡稱啦 你的臉好像看起來有點拉長臉咯 are you ok 你還好嗎 然後就說 I'm not 不太好餒 I have to study seven days a week 把這個have to的下面 第一個 先幫我寫個don't have to 所以這次考試你們 有一半的人錯的那個有沒有 再提醒你一次喔 寫上去 吃 喝 有 還有一個什麼 必須 寫上去 吃 喝 有 必須 這四個如果考附加問句的時候 請你找don't還是heaven 吃 喝 有 跟必須 這四個的意思 記住 他呢 本身其實都歸類在所謂的一般動詞 所以請你記得去找don't 不要找heaven喔 因為除非是他才加一批 那個have才是住動詞 所以吃喝有必須他比較多意思嘛 一定找don't 那不必叫做don't have to ok囉 所以呢 我要跟你抱怨一下 因為呢 I have to study7 days a week 好吧 這個7 days a week 整個一起拉下來寫次數加時間 學校你們平常吃藥一定是一天三次有沒有 我們中文講一天三次 英文會怎麼講 不能a day 對 對 先次數叫3 times a day 所以一個禮拜七天叫 7 days a week 一天三餐 3 meals a day 對了 所以時間放後面 這樣ok嗎 所以我一個禮拜要讀7天 欸沒有你們這禮拜只有6天 禮拜六有嗎 所以這個禮拜呢 我們呢 我一個禮拜要讀7天 and I never get a break 好吧 這個get 畫一下 你可以是have 你可以是have a break 都沒有休息 你看他講的有點誇張喔 因為have a break 那個break強調可能五分鐘十分鐘的休息 他的意思是他禮拜一到禮拜日 完全連五分鐘十分鐘的休息都沒有 這就真的有點誇張了啦 不過他因為真的太累了 然後也因為這樣 I can't even go to a barbecue 好來第一個把這個go to a barbecue 寫個1 第二個go on a picnic 寫個2 所以他共用了go這個動詞 所以第一個是go to a barbecue 第二個是go on a picnic 不過那個go on a picnic的下面 幫我寫個等於go picnicking picnicking 拿紅底出來 因為他多一個字 長得有點奇怪的一個字 對 加個k 再加ing喔 所以不要忘記喔 這個字是因為它是大家當動詞的時候可以 可是要記得go picnicking 加個k 再加ng go on a picnic 就是go picnicking 那跟誰去 with my friend 我都沒有辦法跟我的朋友出去外面玩 你沒有辦法跟我朋友去烤肉 甚至我也沒有辦法跟我的朋友去演餐 結果他一聽到講了這句話 他又再補了一句 this isn't the life that I want 好把這個lant括號 下面第一個寫個等於which 括號 等於xx 為什麼要這樣子寫知道嗎 什麼時候我們那個關帶可以審 對 後面是主詞加動詞的時候 我們的關帶就直接省略掉 所以他的翻譯一定要從後面往前翻 this isn't the life that I want 這不是 然後咧 我想要的 生活 所以記得喔 let I want先翻譯 再翻那個生活 結果他一聽到嗎 他一聽到這句話應該是超級心疼 說oh Lisa I didn't know that 那個let指的就是這句話 看你要畫哪裡 第一個可能工作七天啦 第二個沒有休息啦 第三個不能跟朋友出去玩啊 anyway 這不是我要的生活 這些都是他都知道的事情 ok哈 好 再來看隔壁 所以他就講到這句話 明天考到這裡 然後他說 I didn't want to tell you because I don't want to let you down 好 把這個because 這次考試也有考到 because跟because到底有什麼不一樣 of接什麼 名詞 because接 子句 什麼叫子句 s加v 對 那有因為 沒所以喔 所以這次考試 because of 後面不會有so的原因在這裡 好 第二個 I don't want to let you down 把這個let you down 寫個等於 down呢 其實就是讓你這個人很失望 所以可以變成 make一個人 disappointed 我用唸的齁 d i s a p p p o i n t e d d disappointed就是很失望的 那因為人間ED啦 所以make somebody disappointed 我不想讓你失望 所以我選擇不讓你知道 你不知道你就不擔心 所以你就不會覺得很失望了 所以他媽媽竟然跟他講句 蛤 what i don't care about that 好把這個care about寫個在乎 說是這樣子說啦 可是我覺得內心應該還是在乎 等一下看他後面講了一句話就知道 我根本就不在乎這個東西啊 因為他講了一個東西齁 來把這個意思 先寫個v 就是動詞喔 所以表示前面的 拿銀光筆出來 整個一起畫 因為你們這次考試很可惜 就是那個什麼 我不確定上職業學校 是否是一個好選擇 結果你們很多人都寫go to vocational school 你們都忘了加什麼 因為他是一件事啊 沒錯吧 所以對 你們都忘了加ng 所以也因為這樣 我這裡幫你畫起來囉 為什麼這裡加ng 因為它是一件事 這一件事情is not good for you 對你不太好 那為什麼他加一個not 這裡簡單來說就是沒有 因為you do not have 有沒有 所以那個not就不能省啊 所以not having 整個兩個一起寫 就是沒有 沒有這件事喔 沒有這個動作這件事 not having the life that you want 好再把這個let括號 我就不寫了齁 你打叉叉也可以 會取也可以 所以沒有你自己想要的生活 這一件事情is not good for you 對你身心靈都不健康 因為你會瘋掉 我情願要你好好的活這裡 沒有啦沒那麼誇張啦 所以呢 如果呢 如果真的你的人生 讓我要讓你選的話 我情願要你擁有自己想要過的人生 所以如果沒有你想要過的人生這件事情 對你真的是不太好的喔 Now let's sit down and make a plan 好 我們現在呢 好好的坐下來 來把這個let's 下面 我們順便複習的附下文句 will you還是show it 對喔 記得齁 因為let's是說寫嘛 所以叫show we 我們現在坐下來 好好來做個計畫好了 好來把這個make a plan to 加圓形 我們來做個計畫 你覺得怎麼樣啊 他都講到這句話了 當然要坐下來啊 他說 I don't even know where to begin 好把這個to寫個間接問句 你這次考試也很慘那一題 DWH後面 再提醒你一次喔 DWH你小寫的時候 我有提醒你先主詞 再動詞 對不對 可是什麼時候可以省略變成不定詞騙語 這個to其實等於 I should 或是I can 所以我甚至不知道我要從哪裡開始 我可以從哪裡開始 也就是你的主詞 加一個有意義的主動詞就可以了 so where to go when to live what to do how to do it 那個to 就等於主詞 加有意義的主動詞 可是如果是間接問句 就再舉一下主詞動詞就好了 所以我甚至不知道從哪兒開始耶 what do you think I should do 好這句話整個全部背起來 他的中文喔 仔細聽喔 他的中文 你認為我應該做什麼 看清楚喔 你認為我應該做什麼 可是你有沒有發現第一個字是誰 what 對 所以整句記住就是what do you think 然後少了一個lant 這個lant不是關帶 是名字字句的lant 你認為我應該接下來做哪一件事 所以這個lant被想略掉了 不能耗喔 因為你是要做什麼事嗎 好他媽媽就給他一個很誠懇的建議 其實你們現在也應該要這樣 就是大考大玩 小考小玩 不考不完 這才是一個真正厲害的學生該做的事 所以from Monday to Friday 好來吧 from to 禮拜一到禮拜五就好了 你們不行啦 你們要禮拜六 所以從禮拜一到禮拜五 you can follow your study plan 好把這個study plan寫個名詞 就是你的讀書計畫 你們現在有讀書計畫嗎 沒有 最好就是考試之前 我們在念單字的時候 趕快背 背完考完繼續忘 這就是你的讀書計畫 ok啦 所以呢 現在開始要讀書計畫了 and work hard 好 hard的是什麼詞 那什麼是hardly 記得喔 hard不等於hardly喔 那有些形容詞跟副詞長的一模模一樣樣的 我們來複習一遍 漂亮的 漂亮的什麼啊 我要問你啊 形容詞跟副詞長的一模模一樣的 叫漂亮的 法海和尚 對 叫漂亮的 far海和尚 要往快 跳太快囉 漂亮的法海和尚 陪我 一起 然後勒 努力 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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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在fine 每次講找晚快就是fine early 玩 late 快 fast 對 漂亮的法海和尚 陪我一起努力 找晚快 所以這幾個字 它的形容詞跟副詞長的一模模一樣樣的 總共有八個 可是我記得我上次又多掰了一個 我現在腦袋 請一請 不是不是那個是形容詞 那個是重複字尾加一啊那一種 好啦不管 這個就形容詞跟副詞長的一樣的 我下次想起來我再跟你說 好啦 所以記得喔 你應該要呢先做個讀書計畫 然後認真follow你的讀書計畫就好了 but on weekends 好再把這個on寫個星期 日期 那怎麼沒聲音 星期 日期 日期 節日 對了 這三個我們特定的時間 我們都用on 可是到了周末的時候呢 記得喔 他既然weekend加了s 星期日期 還有一個節日 不錯喔 可是這個周末他加s是每逢周末 每個禮拜六禮拜日不例外 他加了s 所以等於everyweekend的不加s 每個周末的時候呢 you can do some activities let you like 好再把這個let 括號 寫個等於which 還可以等於哪個答案 嗯 安靜耶 我都括號了 所以可以等於哪個答案 XX嘛 什麼時候可以XX啊 後面主持家動詞的時候 所以呢 到了周末的時候呢 你就可以去做一些你喜歡的活動 or start a new hobby 如果真的你的這些活動都做完了 你可以開始 去培養一個新的嗜好 好他就說他自己還是擔心喔 Are you sure this will be ok 好把sure的後面寫個lent 因為他少了一個lent 這個lent一樣 它不是關帶的lent 它是名詞子居的lent 所以後面一樣先主詞再動詞 OK囉 所以lis是主詞 will be 這是一個未來會發生的事 本來是lis is啦 可是又還沒有發生 所以又沒有未來是 我說媽 你真的確定這樣可以嗎 結果他媽媽就跟他說啦 Lisa you are the apple of my eye 好整個括號 什麼叫the apple of my eye 你是我眼睛裡面的小蘋果 為什麼是小蘋果 在這裡看一下 就是很珍貴的人事物 以前蘋果一顆是很貴喔 以前真的在台灣你要吃一顆蘋果 除非你應該生病 你快隔屁的那一種嘛 就是要去看你你知道嗎 反正多快隔屁的可能 才會送你一顆蘋果 以前一顆蘋果很貴啦 可是所謂的lis is the apple of my eye 記起來 就是你是我最care的人 你是我最在乎的人 你是我最珍惜的人事物 都可以 好了嗎 因為在台灣就是一個很吉祥的一個水果嘛 好 往下囉 所以你就是我最care的一個人 that will never change 這件事情喔 永遠都不會改變 even if 這次考試有考 提醒你 這次考試喔 even if even though thou allow 全部都給對 所以這裡寫個即使 you don't get good grades 你沒有得到一個很好的分數 其實應該講哪句話比較好 even if you get a goose egg 這個他媽媽就偉大囉 get a goose egg 什麼是 goose egg 靈壓蛋 什麼叫靈壓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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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靈壓蛋 靈壓蛋 你媽媽如果跟你講這句話 你一定要抱著你媽媽 痛哭流涕啊 順便跟她下跪 然後親她個三下 因為她太偉大了 她跟你講考零分 都不會改變我對你的愛 應該只是她頭上冒煙而已啦 對她不會改變她愛你的那種程度 可是她頭上你應該會看到冒出 可能幾條煙這樣 OK囉 I want you to do well 好吧 這個do well off 加考試 就是 加一個什麼 the tense 或者是quiz 可是她因為用的是學校 所以她用的是eschool 我當然很希望你在學校的表現 各個表現都很好 所以will呢 修飾的就是do這個動作 OK喔 but I also want you to be 把那個to再捲起來 可是我更希望的事情 是希望你可以開心 好了嗎 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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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es tabs også 走 跟